玩具TV 第16季 大結局 通常大結局最好看 所以一開球 接近perfect strike 相信大家上Facebook 都見到一些朋友就著這個 全部武器掛上身 症 後群 都會有見過這個形態 剛才阿嘉在旁邊介紹這個功夫漢的時候 不停努力砌 砌足一閘 我們剛才十多二十分鐘 都未完成 證明這件事你砌得多辛苦 分享一下 其實真的很困擾 大家一直都很嚮往要有perfect strike 但大家都知道Bandai沒有對大家不好 永遠都是逐件出 然後才一起出 很有趣的 之前每一件出都覺得很漂亮 其實起初背包的上色很漂亮 之後到砲裝出 砲可以三段拉伸 神經病 顏色又漂亮到神經 用色漂亮 分色漂亮 marking也有想過度過 然後換裝裝上去亦都漂亮 然後都不要緊 到今時今日 劍裝出埋 哇 神經病 在收到前就已經看到有些師兄去玩雙劍裝 雙炮裝 雙劍裝 雙炮 雙劍 或者是背四把劍 因為他的劍裝很有趣 劍裝的架 其實還有一個洞可以讓你無限接 你喜歡接到像浮游炮 有六把劍都可以的 是很勁抽的 今天才有機嫌巧合地去裝在一起 但其實他現在都不完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 劍裝和炮裝的背包 都是可以一邊裝炮支架和劍支架 但他之前推出這個Homestrike背包的時候 其實他本身沒有任何銜接點去裝這兩個支架 所以有些師兄會的時候 他怎樣玩呢 就是先把紅迷Infinity背包裝上去 但紅迷Infinity背包其實有些麻煩 如果大家試過裝的時候 都會知道他 當裝完紅迷Infinity背包 再裝Strike那些東西上去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些劍 其一啦 其實本身那個柱位好像有點出入 是的 他的柱本身 我想應該做粗了 其實你拆不入 要有些技巧 你如果拿回紅迷 你對回背包 你對回那條柱 紅迷背包那條柱是合金的 那你兩個拍在一起 你會看到膠的東西粗了 那你跟著削一點 其實你就會裝進去 好 削那一刻我猜到幾大決心才削 是的 但當你能夠裝進去的時候 其實完全的玩法是兩個層次 因為他本身應該是可以讓你裝進去 因為就算是紅迷自己 身上也拆不了紅迷的換裝 因為他的柱已經粗了 是的 他的柱已經粗了 所以你本身都裝不到 你要裝你一定要削那條柱 來到去裝Perfect Strike 一定要將那兩個背包 裝在Strike上 先裝回Home Strike背包 然後就可以插上兩個支架 雖然他背後面的飛翼 會退到無雷光禁 但是你在正面看 是相當之霸氣的 其實你現在很霸氣 老實說 但是遺憾地我們今天就沒有紅迷的背包在這裏 所以就沒有辦法延伸到它出來 大家都很漂亮 你會看到他直接把Home Strike背包裝上身上 那個銜接得很漂亮 不會像平時紅迷 即是離開背 差成尺 短暫來玩著我們目前就只差那一塊電池 但是電池其實掛不到上去 不過如果你仔細看其實Home Strike背包的裏面其實是一個洞 而這個洞我想他之後就是流離去做一個插三個電池的支架 沒錯 一定是 因為現在目前來說他們其實電池一直都有支架 是 電池其實他們是有支架的 可以插進去 這個是劍裝的電池支架 那麼他就沒有任何接點 即是他不可以說插三個之後再插下來 這個暫時沒有 那麼他就留一手了 絕 唉 好 我們今天其實主要是講這個 斬藍刀 沒錯 或者我想直接針對劍裝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有些東西可以甩住就甩住 其實我沒有正式玩過劍裝的方才 我剛才都只是純粹在裝組上玩過 因為今天比較多 產品 我不特別說 很詳細地說 都可以看一看本身其實 炮裝和劍裝的packing 都不是有太大分別 大小也是差不多 有些基本的介紹 另外 他連著台座也都可以 把劍、炮、盾都可以放在台座上 可以放在台座上 可以放在台座上 台座上就不打算拆了 packing就有123455件 可以放在盾和劍裝上 至於剛才所說的劍裝的裝備 最主要都是 看回對纜刀的劍器 另外就有兩個 肩部回力錶的劍器 另外再加回 本身 預計了你做這個擴展pack的一些配件 這次這個劍 大致上就是這樣 另外本身大家都知道 它有招秘技就是前面的鉗 去鉗敵人 同樣地可以拆出來 裝上本身的鐵線 先把它拆下去 拉過來 坐下 好 你照讀 當年玩這個Gundam Seat 戒機 其實當年 Game Strike是這個隔機之王 初代的 Course又低 又好抽 然後隔機又屈 還有回力錶 對呀 還有回力錶 回力錶才絕 因為對戰而言 用回力錶 令敵人 折一折 跟著你就 哎呀 抱歉 跟著你還可以想想怎樣斬 精彩場面 一浪接一浪 總會出現的 對呀 這次不是德哥的 這次是德哥的 德哥在弄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 其實手臂上的盾 這裏有個支架 可以把它放回後面 或者移到其他位置 這裏都有個波頭 可以到處轉 所以用它掀毛 或者盾 都可以 跟著調整 肩甲本身 這裏外面有一片 它可以移動 讓你避避可動 正面這裏可以打開 這裏也是被避可動 這裏這麼有趣 這裏只是把手放進去 就放進去 這裏就是肩膀的回力錶 這個回力錶可以拆出來 它放進去的時候 它很有趣 它那個機座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給它向前轉的 方便你去擺姿勢 就可以在這裏抽出來 或者可以拆掉炮的手型 手型 我怕它像剛才那樣 也可以看看劍本身 有一段拉伸 這裏有一段 第二段 兩段拉伸 就可以撞回 真厲害 多漂亮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 我會覺得 現在Bandai的效果 如果大家曾經有接觸過三廠的玩意 它在這些 劃激光的部分 刺 其實Bandai 有些走向三廠的方向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要小聲 我又不覺得是壞事 有進步 有趣 我又覺得三廠有時這些 都挺漂亮的 那就 先放進去 好 不會再 嘩 它這把刀是不是太大了 也不是的 有些不誇張 這就是氣勢 好 不會再用刀 先放一個 好多多多的 嘩 它真是 那些設計真是漂亮到一個點 就是半抽 另外的光劍還有一個短的版本 斬藍刀還有一個短的版本 因為它現在是三段拉伸 其實在你三段拉伸前 有些人不喜歡刀那麼長 可以放一些好一點的姿勢 或者入櫃好放一些的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 不拉伸用的短版的激光 所以大家可以配合著用 其實Bandai有些東西 真的挺貼心的 這是什麼來的 它不知你叫東西還是怎樣 我沒有留意 由於時間的關係 因為今天太多東西了 其實我們沒有正式時間玩過 錄好就算了 而這個劍裝呢 其實我看到顏色上面 和炮裝都很相及地 就是一個軍事的灰藍色 然後就配一個 跟炮裝一樣 一個比較軍事味的綠色 軍事味的藍色 然後再帶一個深藍色 深藍色就有點像藍迷那一隻 有點類似電盜的藍色 是很閃的 都是那一句 你真的就這樣擺完一個姿勢 真是 已經是漂亮到扔一聲 本身真是你不可以不稱讚它們 就著那個Strike也好 或者可能劍Z的設定 它每一個細節和一些線條 即是直線 曲線的配搭 一些本身的著色 一些點絕 情報量的分佈 是做得非常非常出色 它其實很拿捏到現在 即今時今日大眾所喜歡的東西 都放進去 所以其實 因為設計師有很多種 有些是走自我風格的 有些是自我風格得來 他都能夠捉得住所有人 我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Matho Beale 一直做的事 就是可以捉住所有人的風格 真是大露得來又受歡迎 真是很可怕 都是那句 好 如果大家是很insist 將什麼東西都掛上身的話 你真是買了三個背包 都真的不能輸 這個剩下 我想可能阿迪會喪影相 好 現在又玩了這麼多 轉頭真的應該是HOT T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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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開麥了 不要說粗口 不要說粗口 最重要是說粗口 為什麼會害怕 這個 收檔 在樓上 這個 真是很大 我為什麼會被人看看 為什麼 因為開麥是層底鏡 不會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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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